现在微博热搜有一个讨论 而且这个讨论现在看起来 官方已经介入了 已经开始把这个讯息给压掉 什么讯息就是 这是一个30岁金融女学霸 她的条件非常好 她是浙江大学本科毕业 而且她到了美国去留学 她经历过很多的一个国家 她有很好的绅士 她有很好的容貌 她有很好的学经历 结果没有想到 她亲身了 她亲身的消息带给整个中国社会 特别带给中国年轻人非常大的震撼 有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你条件这么好 你怎么会想不开 有人讲说 如果连你都活不下去了 那其他像我们这些在中国底层的人 我们怎么办呢 保安 帮我把车上的健身器材拿到楼上去 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工作发表 年轻帅哥应证保安工作 还因此被富婆看上 从此人生不用努力了 这类影视剧情在大陆非常受到欢迎 而保安这项工作在职业市场里 也开始被年轻人争抢 大爷60岁来当保安 我们20岁来当保安 少走西西宁万路 有大学毕业生拍影片炫耀 当上保安 提早过上安逸生活 我有个保安工作 我怕我最近这个播音考证 你打算不吵 那是个保安的 也有大学女学生 还没毕业就先考保安证 为自己多求一分保障 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新公布的8月份数据 16到24岁的全国城镇失业率 来到18.8% 31座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4% 都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有北大毕业生去雇工当保安 也有不少大学生放弃学历 直接上岗 大学本科 学的是物量网专业 主要专工 人工智能 知道自己工多少吗 高过工资120一天 AI人才都跑去当保安 就因为工作真的不好找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 让大学生蜂拥跑去考保安证照 就是为了进场免费听演唱会 保安听得如痴如醉超级享受 不少大陆年轻人发现 只要有保安证 就可以争取宴唱会的保安资格 免费进场 导致近期 大陆考保安证的年龄 大幅下降 成为另类的职场乱象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 第一个失业率非常高 第二个就是 你就算有这个工作 你现在也被降薪 你不再被降薪 不要讲 你连你过去的薪水 你可能都要被讨回来 还不是如此 你花了千辛外国 你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 这个房子居然折价 现在已经不是腰载 现在已经被膝盖在 攒到你的膝盖 那我辛辛苦苦 存了这么多钱 我买了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不断地跌价 但是我每个月的贷款 我还是一毛都不少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之前只是嘴巴讲 现在透过 这个金融女学霸的亲生 在发现 所有的事情 都浮上台面了 对 没错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 她在上海外滩住的房子吗 抱歉 她那房子是一共要 1500万人民币 你如果来乘以5的话 要7500万台币 真的是买好的房子 这是她住的房子 这外滩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算是有窗井 然后这个里面平数还蛮大 算真的是人生胜利主 那她当时买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办法买呢 抱歉 我跟她讲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她当初的 她的年薪有60万人民币 然后她老公来说 在平安保险也60万 所以两个人加起来 有120万 120万如果我们简单的 用这个如果你10年 20年的 10年的乘以10来说 你买1000多万 10年年薪买1000多万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之合理 所以她当时就买了 一个1500万 而且她们还拿出了500万 1500万的这个房子 她们拿出了500万 当成是首付 就是投期款 投期款 所以她们只有贷1000万 照理说1000万 120万凉凉 所以她们一开始 你看还月供6万 所以一年还72万 那120万减72万 还有48万 48万一个月12万 除以12万一个月 还有2万多人民币 花的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当初 他们就决定说买下去 所以你看他们当时是怎样 中国中产阶级中间的佼佼者 真的是人生胜利主 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 刚好遇到中国房价跌了 房价跌了 开始跌... 跌了500万 跌500万 等于是说我还有一千万 我的投期款跌光了 我还有一千万的房贷要背 那结果已经跌掉 我的亲爱的房子的价值 就跟我的房贷的价值 一模一样 那心里很沮丧 那照理说 如果她还能够继续付那些房贷 等到有一天房价起来就OK了 可是宝贤 第二件事 我们就讲 为什么她是中国人的写... 中国很多民众的写道 房价跌之后 你以为这个坏事结束了吗 没有 她跟她老公两个人都开始被不断的减薪 被减薪 减薪减薪减薪 你看 他们的夫妻从年收入120万降到80万 那我跟妳讲 80万他们不是要还期12万的 反正 但是一个月只... 一年只剩下8万块 然后月均只有6666块 你乘以5的话 一个月只能够花3万台币 在上海那个地方 所以她当然彻底 她等于对人生就炸那间 她可能完全绝望了 所以你看她以前的文章 你看她以前的说法都是 她觉得人生充满希望 她觉得这个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灾难 居然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降临到她的头上 对好 那你看这是网路上传的嘛 她每个月要还大概约莫是25万台币 5.6万人民币左右嘛 这是网路上传的 所以你知道 这个绝对压死她 压得他们的绝对夫妻两个喘不过气来 这么严重 好那你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间过去一段时间 她其实在台湾的地位是类似我们的国家中 银行中间的佼佼者 但是问题是她这几年不断的在减薪 2024年的第一季的人均是3.5万左右 但是你知道 2022年的时候平均年薪 中金公司是10万块 所以等于是四年中间来说 中金公司的人均的月薪 从10万降到3.5万 降了65% 所以就是这样降化 你看当然这位正姓的这个女生 当然无法承受房贷跟她接下来的经济压力 所以有人讲 她就在她跟她先生的高光时刻 觉得我对人生充满希望 所以我就做了人生的一个赌注 我就买了房子 就没有想到所有的倒霉事都来了 对 尤其是现在中国民众在说什么 官方不是说今年的中国经济很好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才说 这件事对中国的冲击非常非常之巨大 好 那我讲为什么他们会真的想不开 第一个 如果你是房价跌 然后你这个薪水被降 那就算了 保洁他们面临到一个压力是 他们还要被查税 查税 他们还要再拿钱出来 所以你说倒查30年 对 是所有人都倒查30年 没错 你看这是什么 已有央器旗下公墓 启动所谓退薪工作 业内人士说有心理预期 这个特别是中金公司 那你过去领越多的 你当然会不会退越多 所以他们为什么压力很大 我不只是被降息 我现在未来可能要吐钱回去 所以那事实上是什么 他们说会计科目以前 我们不是说有应付的员工薪资 他现在变是应收员工薪资 为什么是应收 要把你收回来 那人家收回来到怎么样状况呢 保洁你知道有一个很夸张 就是说他们现在要讨 讨回来然后发高 因为你可能过去有非常多的奖金什么 他们现在说 假设保洁你跟我说你没有钱可以还 没关系 他说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以给你贷款 贷款 对你贷款 你用退薪那个 你贷款的话 来说你可以先还给我们 那你接下来再继续缴那些贷款 他想说这个有 这个讨薪水 讨到这个程度吗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会压垮 那位正希女士的原因是 一连串的悲剧发生在身上 房价大跌 薪水被砍之后 现在又要给你讨薪水 跟讨奖金 他当然完全承受不了 好所以会认 这些是应该讲 我刚好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讲说当然任何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可是我也想说为什么这个人的跳楼 这个人的亲生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渲染 这么大的一个讨论 刚刚讲的原来他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现在中国年轻人经历的事情 如果连他都承受不了 那一般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办呢 是 宝洁哥事实上 大家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故事 大家会反思一件事情 我们 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讲说我们拼了一辈子 就是希望养出一个这样的女儿 结果养出了一个这样的女儿 他正好的一个风华的岁月 却因为你知道他整个 所谓的一个就是辞世的原因 其实终归一句话 他是被祖国给害了 他太相信他的祖国 为什么这样讲 事实上你要知道他的公司 他是那个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那他就是说他相信 他们自己公司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评估 所以他把他的钱 拿去买他们推荐的股票 他把他的钱拿去买房子 而且他相信我这么 这个为公司奋斗 我这么相信公司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定会把中国的 所以他不是只有买房子 他还去买股票了 对 所以他才会股市 房市 还有他的竟然到最后 压倒他最后跟稻草是说 我为公司卖命 我相信公司 我把我所有的资产 都堵下去了 结果我还被砍兴 所以是在这样子 三杀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再也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房价跌成这样 我存了多久的钱 我才存到第一桶金 然后去付了一个房贷 投期款 结果你才几年的时间 你就把我几年的存款 全部都跌光了 他跟他讲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 一千五百万 结果我就叠加五百万 我只剩下一千万 那刚好跟我付了投期款 剩下的贷款的数额是一样 那不就代表 我辛辛苦苦存的 投期款五百万 就这样子凭空消失了 是 而且你要知道 是现在还卖掉的话 还有一千万 他再拖下去的话 搞不好变五百万 所以变成你的手上的房子 只剩五百万 但是你欠银行钱 欠了一千万 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整件事情 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渲染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像活着他像那样 没有想到活着真的像他那样的人 竟然也没有办法活下去 但我们这些人呢 所以他会在 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的一个 就是反应会这么的强烈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了 中国的房价在下跌 我们之前讲嘛 中国一开始是腰斩 现在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根本就是打折再打折 腰斩再腰斩 现在刚刚讲的 不是只有在上海 连北京都这样 可是刚刚是你就是在看一个新闻 你感受不到人的那种感觉 你感受不到人的感情 你感受不到人的痛苦 现在看到了 你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他这样子 一千万变成了 一千五百万变成一千万 那这些房子暴跌了七十五 那不是更可怕吗 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 整件事情会讨论的这么大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郑小姐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到 整个中国经济的三沙 股市沙 房价沙 连你自己的薪水都在杀 所以大家都会感同身受 刚提到的 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子 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怕 他这个北京 这个北京 首创新北京半岛 他当时2016年2017年在卖的时候 他是每一个单位卖到2万人民币 别墅区甚至一坪要卖到2.6万人民币 所以他当时一个房间卖下来 是160万人民币 结果现在我们这个有讲过 就是到2022年2023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就想说 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的房子 160万我现在去买 只要70万 所以他就把他也积去 全部都录下来 他就想说 他想说 我捡到便宜了 这个中国经济一定会谈起来 哇塞 170万的房子 60万的房子 我现在用70万都买到了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 现在变成39万 所以连40万都不到 160万的房子 现在变成跌到只剩4分钟 60万 所以后来用70万去买 那种也傻眼 他心里想说 怎么会又跌成这样 所以他们想到说 中国现在类似的故事 是不断在大城市 中城市 小城市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每个地方都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郑小姐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才会解决说 这故事看了让人家 真的心里很难过 我这样的听 我都感同身受了 是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状况 中国年轻人 开始都乐肚子 你知道乐到什么地步 201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 如果有去中国的话 你就会发现 天哪那个奢侈品 卖的价钱 你真的不敢相信 我去到杭州的时候 一双鞋四千多块 就那个是人民币 一双鞋四千多块 那不是两万块了 而且是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品牌 不是真的很厉害的品牌 是他们当地的品牌 这个中国当时经济是好成这样 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这个女生 他在讲说我如何一个月只花300块的伙食费 我一天的伙食费只有10块 10块是50块台币 天哪你50块台币 你到底要吃什么 一个早餐都不够 结果他就告诉你我吃什么 我几乎都以菜为主 然后呢我可能就是会去 我们附近的一个老人的食堂 然后又比较便宜 所以全部 反正他其实吃的也很健康 全部都是菜 但是看的时候 你就想年轻人 你这样子会不会蛋白质缺少 你会不会就有一些营养还是不够 但没有办法 现在在整个中国的 现在都呈现一个叫做 报复性的一个存钱 因为每个人都害怕 哪一天你已经就真的是没有钱 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甚至就说 我们要共同买菜 要储蓄伙伴 因为之前日本的校车事件里面 不是有一个导货人员 或一个保姆 挡住那个行凶的人就被刺杀 后来我看到有我吓一跳 这个是后来他的照片 他挡住的是脑残凶手的刺刀 维获的是我们国家的形象 他是英雄真正的劣势 可是他以前 这是他 这是他以前 他以前是过得非常风光的 他以前过得非常风光 他曾经创业了 他曾经是这个老板 结果他是把 他这个老板 他的公司也倒了 倒了以后 我就去做这个导护员 结果没想到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 是 事实上这个 这是英勇的救人的故事 结果人家现在进一步爬树之后 才发现这女孩子的故事 其实也是还蛮 凸显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转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在2000年左右 2020年左右 都是当时的经济还不错的时候 他是进行一个创业 就是微商的一个浪潮 也就是自己弄一个 微型的那个电商的平台 所以他拍那个照片 他当个老板 这个叫吉利方董事 他当个老板 所以那个拍的照片 其实是很好看的 尽力做自己 就是当了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资族 结果其实生意也做得不错 风风火火 就发生什么事情 COVID-19下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对于 电商平台的一个打击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三年时间 他就整个就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他原本的一些存款也没了 所以他到后来就变成 去帮人家去做保洁员 就是去帮人家做一些 就是这个打扫整理的一个业务 就现在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 就是当校车的随车员 就这样子 就没有想到 竟然因为这样 把自己的命给赔了 而在中国类似的故事 真的真的非常多 而且另外就是在青岛 这些人不是干嘛 有一个小区 他的保安被连统外卖员束刀 刚才讲 其实这两个人搞了半天 都是可怜人 一个外卖员说 我如果时间不到 我现在我如果时间不到 我又要被扣薪 他急着要进去 可是这个保全人员 当然讲 你没有弄好 我让你进去 我也倒霉 就有两个可怜人 居然就这样自相残杀 所以现在在中国 有一个说法 知道什么做 这叫底层相杀 什么叫底层相杀 就是事实上我们都是 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的人 而我们每个人 为了要做好自己的事 为了要保护 他们自己的钱 不被扣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只能把命薄 你知道这个 其实很可怜 那个外送员 他是一个32岁 他叫李月凯 他你知道他的家庭 他爸爸妈妈就有一个儿子 所以就希望 忘死成龙 所以他们其实 爸爸妈妈加起来 一个月薪水 才七千块人民币 他就借了一百万人民币 把这个小孩子 送到澳洲去念书 他念了 因为他就是中间 有一段时间 那个休学 然后因为钱不够 后来又弄 总共都花五六年 一百万人民币 在澳洲过五六年 那代表他事实上 自己本身也过得很刻苦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不容易念完一个硕士回来 念完一个学历回来 念完学历回来 五六年找不到工作 五六年找不到工作之后 那没办法 送外卖 对啊 就没有爸爸妈妈 还要还人家钱 那小孩子其实很认真 他后来就开始 就在送外卖 他一天接单一百多单 那个是拼了命在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把那个摩托车 冲进那个小区 因为他如果不在时间点 送到的话 他就要被扣钱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一天 就是开一百多单 他都在拼命送每张单 就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真的拼命 要把握时间 赚最多的情况 这一次真的把命给拨掉了 因为他遇到那个保全人员 他人家也在保护他自己 我如果让你这样进来 我这个小区里面 我一天有一两百个单子 冲进来 整个大厅 全部都是你们保 那个外地的车子吗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 要整个社区好 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工作 不然他也要被扣薪水 就两个底层人 就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生计 结果到最后闹出人命 你今天特别告诉我们的这张表 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中国广义货币 尤其你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里面 有它的M2 M2的余额里面 刚刚讲在1956年的时候 它是175亿 到了2013年的时候 它突然爆增 第一次整个中国 它的M2余额 冲破了100兆 到了2000年 过了7年之后 变成200兆 到了2024年 3月的时候变成300兆 也就是会有300兆的资金的金额 在这个市场上流通 可是怪的是 2020年到2024年 是它经济往下滑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进行通缩 这个时候刚刚讲的 它很多东西是卖不出去 它的消费能力是下滑的 不对啊 照一讲我印了100兆 我有100兆的钱 我已经流通到在市面上 100兆的钱我可以砸去 过去我们刚刚讲的2008年 不是在这个温家宝执政的时候吗 我这个钱撒下去 整个中国的经济全部大涨 就没有想到 我在2020年到2024年 我已经把100兆的人民币 100兆的人民币 等于500兆台币 一丢在市场上 就不但一点生意都没有 水面还下滑了 对 事实上很多人都说 中国可能已经步入 之前日本的后尘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M2就是他们的货币的余额 这是广义的货币余额 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 保险你看从2020年到2024年 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印了100兆人民币 100兆人民币呢 大概约莫折额新来币 是445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因为经济不好 我希望说 大家没钱的时候 我就多印钞票 印钞票在市场上面去 简单来说 就有点像是美国是用QE 你可以把它讲 这是中国版的QE政策 QE政策照理说下去之后 中国经济要怎样 强劲起来嘛 就没想到没有强劲起来 反而是 这不是他的强心针吗 这不是他的北厚腾吗 怎么我连强心针 北厚腾都打下去以后 没钉没刀 照理说这么大撒壁下去 照理说中国经济应该起来 但是为什么没有起来呢 好像丢到五里洞 一样的状况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们现在潜出来之后 抱歉去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民众 我没钱消费 我现在这个房地产 我要去供房地产 所以叫供房地产 另外一个厂商觉得说 我投资好像没有用 我不想投资 那一般民众说 那我就把钱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房地 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去好了 那政府来拿出来补贴 但是补贴 越补贴越赔越多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都完全是没有用 它完全没有陈述效益 对 经济没有任何的效用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看到中国股市也在跌 或者说整个市场 整个民间消费都非常弱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你钱砸下去了 没有用 那这其实 日本之前要步入 所谓的失落30年之前 也是出现这样的局面 说再怎么砸钱都没有 难怪连胡锡就这样 如果时光能倒流 他不会投资A股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有出来讲 他不是胡叼盘吗 这回叼那个盘 都叼错了 对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中国 这次印钞票是印的多猛 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就讲 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他印了100兆 100兆是什么意思呢 100兆其实是 几乎是 欧洲 他目前为止 中国的M2总量 是欧洲跟日本的总和 欧洲跟美国的总和 他印了钞票 我们都说美国 所以他印的比美国还多 我们都说他印钞票 事实上他印了钞票 不会比美国要少 他是欧洲跟美国的总和 那钱呢 钱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钱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就这个印出来的钱 要么就在银行里 体系 要么就是在投资里面 但是问题是 都没办法回收的一个状况 所以才会出现 你看 这个目前为止 胡叼盘 胡锡进就说 他最近接受直播反应 因为人家就说 你之前不是有出来投资股票吗 原本以为是自己 这个低点进场 不料人被割韭菜 然后他说时光 如果能够倒壘的话 我绝对不会投资A股 然后他就说 那你秀秀你的这个对账单 他就秀 他说我现在没有跑 我没有跑 而且我还是满仓 然后他秀出来就说 这个胡锡进的持股 大概市值是51.5万人民币 目前约莫亏了7.8万 大概亏了一成五左右的数字 所以胡叼盘他说 没想到我连股市都会被割韭菜 原本以为是低点 还是照样被割韭菜 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有那么差吗 好保险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如果照理说你看 因为你印出来之后 要到哪里去 一般的这个公司就说 那我拿到政府的钱 我就投资嘛 那投资下去 如果有赚钱就没事 那为什么那个钱会不见呢 因为你亏掉了 就没不见了 亏掉了 亏掉就不见 好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 A股他刚好公布这个财报 看看他第一季的营收 大部分都是下滑 这个还有好几千家亏损 你看第一季 A股营收 业绩下滑高达2514家 占的约莫是46% 另外大部分都亏损 亏损大概占了1294家 占比是24 四分之一亏损 四分之一亏损 什么意思 我干脆不要做生意好了 我投资进来 还亏 业绩下滑高达46% 我亏损高达24% 那什么意思 我要投资 投资但是我还是持续在亏损 我持续在打水漂 这个当然就是 为什么钱会不见 就是我印出来的钱 然后让你去投资 但投资之后 我要亏掉 就这样 一直这样循环 一直这样循环的这个状况 所以跟台湾刚好相反 台湾今天也公布 台湾主要的上市上位公司 今年其实是大赚钱 对 我们讲一样公司就好了 我们讲中芯 中芯他刚好做一个 最近不是公布财报吗 公布财报的时候 他说我们第一季 你看年营收成长了17%左右 但是 19.7% 19.7% 但是我们获利暴跌70% 所以你看看出来没有 我营收增加 但是获利减少 这就是在做一个 慢慢的要做白宫 流血缩 中国只有中芯一家赚钱 其他大家都亏钱 所以就是变成什么 你看为什么 保洁刚才不是问我说 钱砸到哪里去 我投资金元厂 投资那么多 结果都是亏钱 那亏钱怎么办 我还要再去拿钱来补 所以就是为什么 一直这样循环 一直这样循环 去补破 对那台湾刚好相反 你看譬如说他的这个毛利率是17% 扣一扣 拉拉扎扎的话 其实他目前为止来说 大概是赚一点点 但他预估说 接下来本来是13.7% 他未来还要跌到9到11% 未来可能再继续跌 就变成亏损了嘛 亏损就是钱会不见 钱会不见 你印钞票 一直印钞票 保洁 我跟你讲 只有这个中芯这样子 没有 中国电动车都是这样 就是我盖厂 都是赔钱 都是盖厂 你看雷军说什么 我这个车一台都赔1万人民币 我卖越多赔越多 但他就是这样赔 这样赔从哪里 钱从哪里来 就是从这印的钞票里面这样滚 拿钱出来 拿钱出来之后 结果没想到你盖了投资之后 再把它赔掉 盖投资已经要花钱了 赔之后还是要再花钱 一直这样花 一直花 就没有回本 所以这四年100兆人民币就这样没了 你没有回本怎么办 再印 就变成这样一个循环嘛 对不对 那台湾是刚好不一样 你看我们台积电 我们毛利率54% 他投资2000亿进去 30亿 3000亿进去 没关系 我可以赚个2000亿 可以赚个五成出来 我这样就可以run 我自己就可以run下去 但问题是中国没办法run下去 没办法run的话 他当然就出现一个 非常糟糕的局面会出现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 外资真的跑光光了 对 没错 好 我们就讲嘛 事实际上中国在印钞票的时候 如果外资在 我可以给你计数 给你计数来说 或许你营运不会那么差 但问题是怎样 现在外资很多都跑掉 跑掉高毛利的跑掉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 没有办法有这个钱 可以撑得住 尤其是很多矽谷的公司 或是很多这个外资 就直接跑掉 你看 今年的外资的直接的 去年外资直接的投资 是禁流出为25年来的首件 也就是说 中国的钱 外资再过去投资 他可能把赚的钱 或是存在那边钱 把往外移动 所以为什么 人民币钱真的会贬值 你看 他印了很多钞票 照理说经济会起来 那为什么人民币贬值呢 因为很多人 钱拿了就把他往外跑 钱拿了就往外跑 所以造成人民币贬值的一个状况 那贬值的状况的时候 你知道 因为人民币一直贬 一直贬 一直贬的时候 结果中国出现什么状况了 第一个 他现在把美国的这个国债 就他不是很多美债吗 把他卖掉 卖掉之后 他现在换黄金 也就是说 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说 我这样一直这样做 有一天美国搞不好会制裁我 那怎么办 我就把这个美债换成这个黄金 尤其是宝洁 你知道今天的时候 这个所谓普丁不是去访问中国吗 去访问中国 结果你知道 他们还签了一个协定 就说我们未来 我们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 就要用这个本国货币为主 然后同时我们还加强 中国跟俄罗斯 在银行业跟保险业的往来 宝洁 那他还故意这样讲 为什么我说是故意呢 第一个 之前布林肯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跟他说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银行 你好像有帮俄罗斯在做一些美元交易的部分 就他们现在两个又绑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 为什么他会买黄金呢 似乎他意识到 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银行体系 会制出一个制裁的动作 因为之前布林肯已经到了中国 去请到中国 说现在俄罗斯在乌尔战场上面 很多的机台 很多的化学 化学药品 甚至很多的化学纤维 都是从中国去资助的 那现在如果你再继续资助的话 美国会给你严惩 美国这个严惩教授说会把你贴出shift 也就是不可以用美金交易 这个话才刚刚讲完 他真的就卖美债了 然后真的买黄金了 他已经在做准备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把美债 因为如果假设我被你停止这个美金交易的时候 美债搞不好会打水漂 那我现在换成黄金 就比较安全 所以中美的斗争变成金融战争了 现在在中美之间有非常多面向的斗争 中国一直不断的印钞票 印钞票 他想要巩固自己的实力 那现在把这个很多美债也换成是黄金 所以现在大国博弈之间 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 对 按照他们自己的工业生产这个数字 对 全部也都往下滑 没错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对中国压力比较大 你看他的零售总额是在往下降 就是中国整体的消费力道是没有起来 消费力道没有起来的时候 就等于民间消费力持续不振 持续不振 所以我们看到几个景象 第一个 中国有一个IKEA 对不对 IKEA的话台湾也有IKEA 他们就卖起什么 这个所谓 他们现在变成是他们的穷鬼食堂 穷鬼食堂 因为他们在IKEA在礼拜五的时候 会推出所谓一块的这个冰淇淋 还有米饭 然后蛋糕套餐只要9.9块 所以这都非常便宜 也都是说他周五是半价 然后十颗的这个肉丸的话 直接降到9.9块 所以他们变成是说什么 礼拜五的时候 你看大家都会到IKEA去吃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是高端消费 但是现在慢慢的就说 没办法 我们就只好去 便宜是王道 就去吃这个所谓IKEA的餐厅 另外还有什么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 在海外留学生的时候 他们都是常常在海外 都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 可是问题是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 保险人家 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在小红书 小红书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 这个社交媒体 他们有hashtag 就是类似是一个标题 就是留学断工 什么叫留学断工 我去过国外留学 结果没想想 现在留学的时候 以前都大手大脚的花 就现在老爸老妈已经没办法 支持我了 我现在在海外 我要打工 所以变成是这样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 有很多人在浏览 而且很多人说 我也是这样 所以显见过去中国 可能给世界的感觉是 我钱很多 或是我在消费力道很强 现在在这个 整个中国经济下滑之际 好像出现了一个 缩手的这个状态 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刚好在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 我们知道对中国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三中全会 本来要定未来的五年计划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五年计划 他现在只有一个重点 我要怎么样的抽税 我要怎么样的拔毛 拔额毛 因为中国的经济 真的已经太糟糕了 中国的三中全会 是每五年要举办 一次的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 大家都会说 未来五年跟着党走就对了 可是现在要看中国政策 看这个完全会下屎台商 台商说 以后就是大追税时代 因为大追税 因为以前都看中央会担步什么新的政策 结果这次要讨论是什么 要来税改 要收税 要扩大 征收范围 消费事业 要下放给地方 为什么 所以以前是 我的三中全会 我是2025 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 我都要去启动 我有一个AI的事件 我要启动 怎么样去争霸这个事件 可是这次没有 这次我查的是 我要去查税改 我要查人口问题 然后这个查税改恐怖的事 这一段不是倒查30点 是每个人 你每一笔钱 你都要交代清楚 对 现在查税会查到 每一毛 每一毛在哪里 都要拔得到 所以这次要怎么样 在这一场三中全会之前 他已经先把 缴税的APP给更新了 这让全国中国人民 缴税APP 过去只有劳务所得 这些工资所得 要缴税 要报税 现在新增加什么 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 财产租赁 财产转让 还有偶然所得 什么偶然所得 就是你中乐透 中大乐透 路上捡到钱 你都要申报 然后你炒股票 有股息 有红利 你也要申报 你房子租了 转让 都要缴税 以前都没有 以前只有这四项 就是劳务所得 所以以前 我只有我的工资 要缴税 我的劳务要缴税 我的稿酬 特许使用费 现在 我的任何一毛收入 我的利息 我的房租 我的财产转移 我连在地上 捡到一毛钱 都要缴税 他就把这个项目也列进来 以后我查到你的钱 你要好好的缴 接下来还要扩大什么 扩大消费线 所以就是 你有钱花钱的人 你就要缴税 给地方政府 所以搞了半天 为什么前一阵子 毛台会大跌 因为你现在要毛台 搞不好就是奢侈税 你要卖毛台 你不但你买的毛台 本身的价钱 你还要付一笔 非常高额的税机 就是地方财政 完全崩溃之后 找谁来开刀 找这些 有钱消费的人开刀 所以你跑到餐厅 去开毛台 自己卖毛台要缴税之外 你开毛台消费 还要缴一笔税 这叫高档奢侈的消费税 两边都要缴税 而且缴税给地方 解决你刚才说的 地方以前可以卖土地赚钱 现在没钱了 没钱之道 扩大税机 所以这叫五年的抽税 大查税时代要来临了 更可怕的是像 B&W 这些也叫奢侈品 宝马税 宝马现在不敢再玩 杀价 这样 为什么 一样跟毛台一样产 毛台就股价一路往下掉 因为中国都知道 消费税一旦课征 所以现在买车也要缴税 对 因为这是奢侈品 地方政府一旦查几税来 查得非常凶 所以我这里来讲一个故事 最近有个台商跑去找会计师说 我有五十万人民币要存到银行 请你帮我关缩一下 五十万人民币要存到银行 要关缩 那很合理啊 为什么还要关税 你要存钱给银行 对啊 我自己说 我今天有钱 我有钱存在银行 这也不行 银行很清楚 请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来的 这钱是不是你捡的 你是卖废料的吗 以前你卖废料 没有缴税啊 这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请你给我完税的证明 偶然所得 还是你的什么所得来的 每一毛查得清清楚楚 你抱着五十万现金 到银行 你现在要找会计师来关缩 或者你乖乖地缴出你的 钱怎么来的 缴税证明 所以这会计师很可怕 现在中国 所以你意思说 我今天如果拿了五十万 到了银行 拿到银行 我说 我讲不出 我这个钱从哪来的 第二个就是 我如果讲 我这个钱是过去卖废料的 可是这个卖废料 我没有缴税 银行不敢收 这就是倒查三十年 怎么查 因为你不可能 每个人都查 可是你有钱存钱的时候 我就开始查 谁叫你有钱 拿到银行来存 所以快智息本来 要关收 可是他就告诉这个老板说 现在科技非常进步 查税APP软体不是更新吗 有偶然所得吗 他可以跟海关联网 跟路出去管理员局联网 你带两万块人民币 可以入境 如果你带三万去存钱 那多出一万 对不起 这叫没收 因为你没有申报 所以银行跟税务局 连线之后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台商把五十万存进去 税务局马上会找出他 你有没有缴过个人所得税 所以每一根毛 我都要拔得到 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 刚刚讲到 你不但到处有人脸便是 你到处不带到处有证件 你现在每一笔钱 都要交代清楚 所以他就跟台商道歉说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关收 因为你卖废料 就老老实地缴税 因为中国以后 没有资金流动的自由 这是主流趋势 因为所有东西 都连线了 大查税时代来临了 所以台商 那个会计师来举例 吉林 你知道吉林发什么事吗 吉林发什么事 你要存2万 你要领2万 请你拿身份证到派书所去备案 你才可以把钱派书所同意 你才可以领出钱来 你要领钱去还要备案 对 他跟他母亲要领钱 要转入这个银行 期待他的银行卡 到身份证件 到吉林市的吉林银行 长春的吉林银行 领钱 你要去派书所报案 为什么 你要搅带清楚 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我本来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假的 结果吉林银行 还真的有回应 吉林银行讲说 你为什么取款 需要派书所同意 他说 我是要防范电信诈骗 当然 这个也是防范电信诈骗 可是他同时 也在这一次大查税 山中全会已经在讲 我要扩大税机 所以深圳一样 深圳的银行 建设银行 这些这么高所得的地方 一样也要告诉你说 你要零5万 请提早预约 甚至要得到同意书 以后如果都连线之后 他叫什么样 每一根毛 我都要拔到 所以中国现在不是 大政策大建设 而是大查税 所有的税 都要查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所以钱是这么少 过去我们曾经听过 中国有一句话 叫什么 是贼来如书 兵来如壁 官来如替 他意思什么 我这种里面 我现在如果是紫匪 我是拿书子 刮一刮 刮多少算多少 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兵来 兵来就是书子 更小的壁是更细的 刮得更多 他说如果官来 官来根本没有 我把你毛把全部剃光 官来如替 我现在看到这个 三中全会的内容 我终于知道 中国古书会怎么讲 官来如替了 所以AI怎么 那个会计师怎么说 你以后小心 AI时代来了 没有一根 没有一毛钱都逃得掉 所有的都会连线 以后像我带钱 多带一万块 你就会被没收 因为你总要在中国 你要生存的话 一定要把它传在电子 电子支付交易 所以台商为什么 50万一定要存到银行 它不得不存进去 不然你怎么过生活 你什么时候 都是电子支付 可是一让电子支付之后 你有没有海关申报 你有没有税务缴局 你陆出郡官 你有没有申报 你都没申报 那你就糟糕了 要么你就没收 要么就缴中税 刚刚讲的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气氛 就出现刚刚讲 中国进入了一个 大抓捕的时代 但另外一方面 现在全世界的企业 都有一个大逃离的一个现象 刚讲的 像Microsoft 它现在要离开了 Amazon也要离开了 刚刚讲的 很多美日企业 包括什么 包括伊士丹百货 也要离开中国了 我姐问你 如果你很重视 你的这个个人隐私的话 你会愿意去中国吗 我当然不行啊 对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了 所以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 他们这种非常重视 个人隐私的 他们只有一件 一个事情 跑 对 让杠就对了 所以事实上 现在你看 Kindle Kindle原本的 这个亚马逊 他在那边 也是努力发展 他的电子树 他现在就跟你说 我们现在已经 不用相关的服务了 我们即日起 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你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你要管制太多 然后我相关人员 我也不敢去 中国跟你做生意 我可能会被查 而且你可能一进去 搞不好 他就会看你是美国人 就会给你看 他讲 不是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要查 搞不好电脑 有我的营业机密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那些公司 就不愿意去了 比如说像伊士丹也是 伊士丹原本来 在上海 梅隆镇这个地方 是他们第一个店 就会被想到 因为这个营运不好之后 他也慢慢离开 甚至连微软也是一样 微软把他这个 在中国相关研究室的 相关人员 都完全撤走 撤走去哪里 他们现在撤到全世界 反正不要留在 中国就好了一个状况 中国这个请销 现在感觉上 是进入到了一个死活龙 进到了一个死结 因为中国这么请销 他也是卖一件赔一件 那卖一件赔一件 你干嘛还要做 是因为我不卖 他这些货都没有价值 我不卖 我真的就没有钱了 现在看到了中国 非常可怕的是 有一条新闻 在上海 上海已经是全世界 全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他没有钱到什么程度 他居然叫寺庙捐钱了 对 宝洁哥是看着这样难过 现在没想到 连我们的佛祖都被割韭菜了 现在上海竟然有一个 讯息传出来 而且是在整个中国的炸锅 他说他们已经没有钱到 他们必须要跟他们自己 辖区内的寺庙 登圈金嘛 要去周转这些香油钱 他说你现在看到 市安寺贡献最大 他们贡献了48亿的香油钱 给上海的地方政府 他们就心里想说 天哪一个金安寺竟然有 可以收缓到这么多的现金 因为现在会发现说 整个中国尤其是上海 这些辖区里面的寺庙里面 总共 就登圈金 借他们上海的一个市政府开始 就是现金 大概有100亿人民币 那现在人家就想说说 你竟然连你自己本身正常的一个办公 一个支出都没有钱 要跟这些寺庙去抓这些香油钱 变成是我救命的钱 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多麻烦 所以网易当时就有一篇文章 就是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 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们真的没钱了 后来才讲 我跟静安寺 龙华寺 玉佛寺 东陵寺 宝华寺 碧云静院 盘龙安 洪福寺 我要临时借款 100亿人民币的香火钱 作为短期周转之友 我刚才讲 虽然后来这篇文章下掉了 还说 陈姐说我们对不起 没错 可是妙得是当时这篇文章 很多人在转载 大家都觉得这是真的了 是 而且你知道宝洁哥 你刚刚你看到那个柱状图 你有沒有发现 第一个最高的那个是哪里 上海 上海是最有钱的 如果连上海最有钱的 他都必须要跟寺庙等很近 那我问你 其他的那些地方政府 不是全部都完蛋了吗 所以现在其他地方政府说 哎呦 这招有用哦 那我也要开始 去跟自己辖剧 隔久战 开始把佛庙 寺庙这些香油钱 全部说 哎呀我们有难 那个真的 佛祖是不是也要救我们一命 也要开始把这一只手 跟佛祖开始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地方的经济 跟他的房地产 可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刚才讲 以前讲说一个房子很惨 腰斩 他说现在不是腰斩 而且不是在其他地方哦 是在北京 天子脚下的北京 他说现在的北京的房价 已经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斩到膝盖了 真的是斩到膝盖 而且呢 这个人呢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买这个小区 以前啊 在2022 我是2022 2023年 也就是那个在COVID-19的时候买的 我那时候买啊 大概七十万人民币左右 我想说天哪 我赚到 你知道为什么 在2017年 这个同样的小区 这个被争论为什么 天津半岛这个区 在2017年的时候 一套是要一百六十万人民币耶 我现在COVID-19的时候 我用七十万 我是不是赚到 就赚到啊 就现在发现 三十九万 所以我讲说 一百六十万 2017年到现在 竟然四十万不到 到了三十九万 真的是 腰斩之后 就变成是膝盖斩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说膝盖斩 所以那个人就PO出来说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来 当我的邻居 现在中国的银行存款 非常鬼 这是一个月的时间 十八兆不见了 对 没错 我们讲的都是 中国所公布的数据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 他所公布的数据 这个绝对不是造假的 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 中国民众的 这个人民的存款来说 约目是七点三二兆 那七点三二兆 折二信贷币是 三十二点七九兆 可是前一个季度 是十一点二十兆 你看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居然一个季度 从十一点二十兆 人民币的存款 变成是七点三二兆 中间有非常多 三点九二兆的人民币 不见了 到哪里去 很多人就说 因为他们怎样 跑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了 他们润走了 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 所以三点九二兆 就合台币 他们是八兆 台币不见了 那这是中国发布的数据 另外第二个 我们再跟大家讲 事实上现在对中国民众来说 他们怎么样 遇到一个 我不但是这个中国的 钱不知序 像我要领钱 我都要领不出来 譬如说你看 这是中国的民众 他在这个工商银行 他存款有四百二十六万 人民币 他想说 那我就每天存的这个 这个取钱出来 就你看他取钱 他明明就有这么多的现金 他说你可能 这能够取两万 两万 一天就是两万 两万两万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样 目前为止 中国民众是 你连要取钱 都没办法取钱 我自己的钱 不能领钱 没办法领钱的这个状况 另外帮我说什么 我们在节目上讲过 减薪 这个减薪也不是我们说的 购物员减薪 这是中国他们内部发 这个浙江降25% 江苏降15% 福建降20% 包括路透社 他们也发表说 中国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捐赏龙头 也减薪啊 这些都是国际媒体的报道 而且大幅的裁员 对 那这个要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我们一个国家 这个所谓资金不见了 另外包括你领不出钱来 然后人民的薪水没有了 那当然是 经济不好的一个态势 好 那之前中国还发动了 一个消息是什么 他说我们根本没有 所谓的非法移民 你是抹黑我们 可是你从所有的照片 而且是看到了 美国媒体的照片 是 你跑是个事实啊 没错 像中国 这个中国驻美大使 之前曾经说过 部分美国媒体 还有政客 这个大说什么 大量的中国移民 非法进入美国一试 那这是假的 那当时他们也发出 非常多的这个 说 驳斥大家的这个看法 可是保险我跟大家说 事实际上你看这个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 这是在巴拿马的雨林 巴拿马的雨林 人家排到什么 巴拿马的雨林 为什么会有中国小商店 然后人民币什么 兑换美金 可用微信支付 然后祝老乡们 一路顺丰平安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在巴拿马的雨林 居然有一个中国的公告 对 然后他们在那边拍 的确每天都非常多 中国人走过去 这是事实啊 另外一个他们还可以 你看这个 如果老乡你肚子饿了 我们这边还有 这个所谓 康师傅的方便面给你吃 所以就是这样啊 你看这 你说没有到美国去吗 他们真的透过 所谓雨林的这一道路 真的来到美国啊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中国就是说 这个日本很多 现在日本媒体报导说 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 很多日本的这个 东京的商店街 很多中国人啊 你看 那去年日本增加 82万名的这个居民 中国增加了6万人 是最大的啊 有没有跑到那边去 当然有啊 所以最近 所以现在在日本 已经有80多万的 中国人在里面了 在最近来说的话 什么池袋区呢 那些地方不是 那些都说 哇 真的变成是中国人 巨族的地方啊 这都是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是 特别是有钱的资产阶级 他们是让出中国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中国就有一些怪现象发生了 对 什么叫怪现象发生呢 宝洁 事实上在最近一段时间来 5月7号的时候 很多老人呢 他们上到街头去这个上访 或者说他们去抗议 为什么抗议呢 事实上这是在 湖北隋州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现在 政府的这个资金不够 那政府资金不够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盖公墓 那盖公墓来说话 问题是你该公墓要钱啊 要钱那怎么办呢 强迫民众 你就直接要葬到公墓来 他现在又要求什么 因为他在乡下地方 乡下地方可能很多民众 就随便就了结 就葬掉 我有土地啊 我就可以买站啊 他们就说不行 你要什么 你要根据 如果真的你死的话 我们会怎样 24小时的全程监控 然后保障你要做到 三个一百 就是殡葬设施 我们要覆盖率百分之百 然后遗体火化要百分之百 然后骨灰进公墓 鞍藏要百分之百 就是反正你死了之后 无论如何 你就一定要站到我们的公墓去 而且火化 他们步骤都非常轻微 而且是24小时的 全程监控的一个状况 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 然后他给你收高价 我死亡的方式不能选择 对 然后给你收高价 所以为什么这些民众 会去抗议 你仔细看 其实都是一些老农啊 他们可能平常住在深山的 他们不想这样做嘛 那就出来抗议 所以那很多的这个现象都告诉你 中国的经济的确是 有点点不一样的味道出现了 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 排有一个2024的排行榜 悲惨排行榜 第一个是失业 失业已经很惨了 没有 失业是你最轻微的悲惨 你如果失业在家没有存款 那你没有存款 已经很惨了 没有 失业没有存款 你还有房贷 那很惨了吗 没有 这还不是最惨的 失业没有存款 你还有房贷 你还有养孩子 这样你已经够惨了吗 没有 再加上你还搞不好欠债 欠债搞不好 人家还给你吹赞 吹赞以后你还会生病 生病来讲的话 你就一无所有 所以这根本的问题就是 你有失业 你没有存款 还有你有房贷问题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过去这一两年来 房地产的一个崩盘状况 导致中国无数的悲剧 不断的蔓延 不断的发生出来 包括说你本来是中产阶级 你有一个可以赚钱能力的 你失业了 所以当你可以支撑 家界的这个中产阶级 或者是父母 你都已经没有 收入的情况之下 你的房子只能被拍卖 被拍卖之后 你就开始 悲在上身 而且刚刚讲到 现在中国的经济变不好了 中国不讲 你总要讨论一些经济话题 更乖的是刚刚讲到 港媒新导网就讲到 三中全会 完全没有讨论 任何经济的议题 所以他们讲说 现在难道中国 已经进到垃圾时间了吗 对没说 好你讲垃圾时间的 你看这个三中全会 企图这个重任经济 然后垃圾时间 结果没想到你讲这样的话 保姐 完全都完全下架 你只要在 反而我刚才不是说吗 过去这段时间 是可以讲经济的 大家可以讲 未来经济的方向 这一次你只要讲到经济 完全被攻击 完全被陷害上 原来这些很多的民工 民工根本就无路可去 民工现在 居然都躺在地上了 是你知道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不是说好像是很久以前 但是到七月 他们到现在还躺在地上 为什么躺在地上 我跟你讲 事实上那边 大概一个晚上 如果你找便宜一点的 20块人民币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地方 这是深圳的街头 对 他们在龙华火车站前面 很多就这样躺一整 这是龙华火车站 对 他们都藏了一整排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说 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如果你在帮 大概五六点 七八点 九点 十点的时候 人更多 所以就想到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 很简单 本来很多人 就是比较从那个 什么四川 哪边过来那边找工作 找到老半天 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只能怎么样 本来花20块 还可以去找一个地方 简单睡一晚 现在发现 连这20块 我都不想花 因为20块 搞不好我还可以撑个两三天 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睡在路偏 我就直接这样睡了 不用钱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 而且有时候你要去躺一个位置 还不好躺 因为位置马上都被抢走了 所以他们都讲到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 你会看这样游民的人 但是他们不是游民 他们是 他们是民工 他们是民工 特别来这边找工作 但是却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 而且他们就说 现在连零食聚所的 20元他们都不舍得花 他就说你可以想象 现在的中国经济有多差吗 那中国这个 你光是看从那边找工作的人 找不到工作 然后睡路边之外 你就可以看到 还有另外一个数字 深圳新登记失业的人口 竟然激增了一个40% 40%是来到多少 本来从2万8左右 新登记现在已经来到了4万 都是一个新季度 就增加了大概快4万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这个失业人口增加有多少很新人 然后就是相关的论坛 小红说很多人在那边找工作 就说我已经9个月没有工作 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工作 我已经多久没工作 大家每个人都说 你没有发现20年来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找一个工作有如登天之难 而且我们知道了 深圳过去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 也是工作机会最多的地方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最多的一句话居然是深圳已经不适合打工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你在怎么找都找不到工作 你可能唯一可以找到的就是那种临时工 临时工本来一个晚上可能 一天可能还有几十块 现在越砍越低 越砍越低 所以他们都讲到说 现在真的如果你是临时工的话 你也不要来到深圳 去哪个城市 大家碰碰机会 深圳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深圳了 那还有包括哪些呢 他们就讲到说 很多住的地方 现在一夕之间 很多人在卖房 你知道吗 这样这个女生 他就讲到说 怎么感觉上 一夜之间 整个房地产景气 真的都崩盘 他就讲说 怎么深圳大家都在卖房子 你知道吗 像现在他们就发现说 怎么一夕之间 整个深圳到处在卖房子 他说有一天 甚至一天多了三十多套 现在深圳 超过十万套的二手房 都在挂牌等着卖 这还不包括法拍屋 也就是说 十个深圳的地主 大概就有一个人在卖房 他说那我就想问 这个深圳哪来了 那么多房子可以卖 买房子的人要去哪里 他说以前卖房子 你就是找有钱人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这种冤纳头 他以前一平方笔 大概十五万人民币买了 现在卖不到五万块 好不好 那一平呢 以前大概十万了 现在大概连四万都没有 已经是家常便饭 重点是 你怎么挂都卖不掉 像福田区 巴林区 这些的 你光听什么 福田区 你光听名字就知道 有多贵 以前都是什么二三十米 又靠着那个田医站进 还有一些交通资源 还有一些牵材的概念 都是非常抢手的 结果现在成交价来 以前是一平方米 充到十五万 现在直接膝盖架 膝盖架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75% 就等于是打了剩四分之一 所以他就说 本来站在高刚上的这些地主 屋主现在选择 反正怎么挂都挂不出去 就要怎么样 断供弃屋 我不要卖了 我直接弃屋 我不要再供 总可以吧 所以光从一个房地产景气 你就知道 现在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从深圳 本来都是整个 全中国 全世界的一个工厂 现在竟然找工作如此难 连卖房子也如此难 福田 我看这个数字怎么昏了 中共这两年 这本二十个月 二十个月印了54兆 他不是240兆台币 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留在市场 照一下 你的经济会好一点 你的景气会好一点 甚至刚刚讲 你会稍稍有通膨 你的股市会市 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 你应该讲 你的这个市场 你的房产都会好 结果你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还是往下跌 生产者指数也是往下跌 怎么会这个样子 如果投了这么多钱进去 经济就会飞上天了 结果它都没有发生 而且物价完全没有狂涨 代表什么 钱被拿走了 甚至钱去填补 所谓的泡沫经济的洞 钱被拿走了 套在房地产里面 再来被有钱人收在手里 因为绕来绕去 还是在有钱人手里 再来一堆人 可能要背很多债务 这是泡沫经济破掉 最可怕的地方 物价每涨 工厂的生产没有增加 那钱已经是破掉了 钱可能被某些人偷走了 所以我虽然印了 这么多的钞票 刚刚讲连金融时报 都想印钞机都发烫了 可是钱呢 当然第一个是 在钱在银行里面 转来转去 在地方政府那边 转来转去 拿去干嘛 拿去房地产的债务 房地产整个都破了 现在北京跟上海 连这边的房子都没有人要 1500万变成1000万 整个跌了幅 超过30% 那当然一部分钱 就在这里面 就还债 拿去还债 蒸发掉 泡沫掉了 但是会代表什么 有一大群人会在泡沫里面 背债 这会非常严重 再来有一个现象会什么 钱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集中 本来一些钱投下率 GDP就会往上涨 结果中国经济品 没有在上涨 你钱投在哪里 存款在暴增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这个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 其实就发生过了 他跟中国现在的银行 三月份 他的银行 光三月份银行存款了 5.1兆 同比增加了1.22兆 这是我们概念 就是钱被一些有钱人 掌握在手里 他根本没有拿出来 只是在银行里面 转来转去 这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现象 中国现在发现了 所以我本来说 我想印那么多钞票 印那么多钞票 我就想到 你的这个所谓的资金成本低 资金成本低 你可以去贷款 你就可以进行建设 进行投资 没人要建设 没人要投资 更可怕的是 一堆穷人 现在你房地产 都变成法拍了 所以不止租房子的没有 法拍也越来越多 法拍代表什么 你现在都是负资产 你欠钱欠很多 穷人背债 有钱能掌握钱 再把钱偷走 这是中国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经济当然好不起来 房价涨不来 谁敢买 现在都在法拍流拍房子 现在整个法拍屋 价格是一直往上涨 而且二手屋 没有人敢接手 没人买二手房 因为你现在一定拍不动 卖不动 没有人敢去缴贷款 你再怎么 你还是欠一大堆钱 1500万的房子 现在只剩1000万 你缴完了 你人生还欠500万人民币 2000多万台币 你怎么可以缴了下去 所以有债务危机的人 越来越多了 对 更可怕的是 地方政府也欠一大堆债 所以一部分的钱是怎么样 拿去还地方政府的债 但是这还来还去 还是在中国政府的手里 绕来绕去 就变成不断的发债 去解决这些贪官污里的问题 不过更可怕的 其实不是这个 更可怕的是 钱跑去哪里 我们看中国经济越来越差 印的钱越来越高 有一个东西 涨得越来越夸旁 叫做比特币 已经要挑战七万美金了 你说中国现在的债务 或者是中国印那么多的钞票 这些钞票都流出去 跟比特币有关系 所以一个月内之内 就有留四五千亿的钱 跑到杜拜跟新加坡去 你说通过比特币 跑去那边干嘛 很多都去炒币 尤其是比特币 所以中国政府还说 拿出来说 不要再去买比特币 因为你实在买太多了 中国的富豪最喜欢的就是 你看这里就会想 泰国这些国家都去买比特币 比特币在最近的一两个月 涨了四十% 多可怕 当你钱一直在印 一直往比特币跑 那代表有一部分 掌握在有钱人的存款里面 一部分跑到国外去 变成比特币或各种的虚幣 所以你曾经讲过说 中国的经济越差 比特币的交易越火热 非常的火热 现在已经要超过七万 七万美金 一个比特币七万美金 要迫下史上最高点 所以那跟中国有关系 当然跟中国有关 因为中国富豪最喜欢去哪里 跑去杜拜新加坡 现在上海很多 会计师跟律师 现在都忙要去哪里 搭飞机去新加坡跟杜拜 因为我的客户在那里 钱在那里 上海哪有人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现在都没有人 忙着去处理这些钱 所以我们看到上海的环球金融 人去楼空 人去楼空以后 都冲到杜拜去了 对 所以上海现在更可怕的是 普发银行 公有上游 上海市的普发银行 还在讨债 这代表什么 钱 刚才存款不是很多吗 怎么银行发不出钱 有钱能把钱掌握了 一部分掌握在手里 一部分逃走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刚才讲的 你现在的地方政府欠债 地方政府欠债医院 连公务员 居然第一个浙江 我们要讲 等会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看到 浙江省欠了 这个是单位 601亿 河北558亿 河南526亿 然后呢 你这边看到 整个浙江省的公务员 不是欠这么多钱吗 整个降薪25%了 更可怕的是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数字 会不断的增加 叫54兆 怎么数字还在增加 因为地方政府 又继续把印钞机 开到发烫 我不断的借钱 借钱要干嘛 要来发薪水 维持国家正常的运作 那不是恶性循环吗 这样做的是什么 以后再留 所有的中国子孙 都在带手上 Are you 认真正常的运作 帧手上 原客捷路 你 搭轻 这下 吴 又 小